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利比亚新總理馬蒂格星期一 在迪尼玻利召開首次正式內閣會議 之前他的前任拒絕離開辦公室 警察幫馬蒂格將他的前任距離 幾個月以來 這個北非國家一直陷入暴力和政治動亂 應該卸任的薩尼總理拒絕而交權力 在星期一晚 馬蒂格在警察的護送下去到總理辦公室 在幾個星期前舉行的一次混亂選舉後 國會選舉擔任總理 而莎尼和他的支持者就拒絕承認選舉結果 馬蒂格在內閣會議結束後發表簡短聲明 譴責伊斯蘭激進分子和一名倒窩將軍之間的戰鬥 發生在班加西的戰鬥導致最少20人喪生 莎尼還未有對此發表評論 在較早時候他遷往迪雷玻璃的另一個地點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